上节课 我们最后讲了一个小说 罗萨的《河的第三条案》 那个小说 当然下课之后有很多同学跟我这讨论 我觉得讨论大部分都是有道理的 那我们接下来要谈到这个小说 在谈这个小说之前 我想通过这个小说重点讲的是 关于文学的真实感的问题 这是《河的第三条案》那个小说 大家看完了以后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 反正我的第一感觉就是 这个小说看完以后 觉得第一感觉很荒谬 但是又觉得好像还挺有意思 好像它背后有一些什么东西想要说的 但是得需要你去挖掘它 不是那么一望而知的 所以说这个小说比较难懂 比较难懂 类似的这样的小说 在整个文学史上还有很多 而这样的小说都有一种感觉 就是它打破了我们关于现实真实的概念 它根本不符合现实生活的逻辑 它也不符合现实生活当中的那种 整个的过程逻辑 人物形象都不符合 那么我们如何说这样的小说 这样的作品 它真实还是不真实 当然我们在这里要强调的一点 就是文学真实感 它往往遵循的不是现实中和文具 我们管这种真实叫做诗意的真实 诗意的真实往往是通过牺牲掉表象的真实来换取过来的 甚至有的时候诗意的真实 因为它太过追求某种真实道理 使得它会蔑视原始的真实 蔑视现实生活的真实 导致文学享有了更多自由 所以说这种诗意的真实 它背后的本质是通过什么呢 诗实的表象转换为真实的哲理 文学作品 从某种意义上讲 都是探寻人生哲理的 但是探寻人生哲理可以通过反映现实生活方式 但是有的时候现实还不足以支撑 怎么办 我就要失去 表象不需要 失实 不符合现实生活逻辑 但是我为了探寻哲理 我要呈现出它 当然这样的小说 我相信大家在整个中学阶段读的不多 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 你们如果要去翻世界文学史上 你会发现文学史上当中经常会有的作品会呈现出这样的一种特点 什么呢 比如说唐吉歌德这个小说 再问提斯著名的小说唐吉歌德 歧视文学的代表作 大家听说过吧 唐吉歌德分上下部 到了下部的时候 其中有一个情节很重要 就是下部当中 唐吉歌德的主人公 他读到了唐吉歌德上部这本书 也就是说 什么呢 就是小说当中的主人公 读到了这个小说本身 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就是说这个小说主人公 我终于有一天读到一个小说 这个小说就叫唐吉歌德 这个内容就跟唐吉歌德上部写的一样 你不觉得这个逻辑很有意思吗 而且这样的现象还不止一个 很多作品当中出现 比如说 著名的莎士比亚的悲剧的著作 哈姆雷特 哈姆雷特当中有这么一个情节 就是哈姆雷特自导自演了一出戏剧 请他的叔叔来看 而这个戏剧的呈现的内容 就是他的叔叔杀死他父亲 整个哈姆雷特的过程 复仇的过程 也就是说哈姆雷特作为剧当中的人物 看了哈姆雷特这个故事本身 你不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吗 除此之外 大家都知道 还有一千零一页的故事 对吧 一千零一页的故事 其中有一页 那当然这个大家都知道 为什么会有一千零一页 就是有一个国王 每取了一个妃子的过程当中 当天晚上就要把他杀掉 然后有一个妃子 就为了能够保命 所以说每天晚上给他讲一个故事 这国王就想听故事 于是接下来他就保住命了 其中有一天晚上 这个妃子给他讲个故事 是什么故事呢 就是从前有一个国王 没娶了一个妃子 就要给他杀掉 然后接下来他要为了保命 就是他讲的这个故事 就是一千零一页这个故事本身的这个故事 如果大家更去了解 比如更早的时期的时候 这个有这个印度两大史诗 摩科·婆罗多和摩罗尹那 在这里面就有一个情节 就是也是主人公读到了这个故事本身 以至于主人公都不知道啊 他还那时候还没有认出来自己的两个儿子是谁 但是他看到这个刑警诗人念的这个诗之后 他就说哦 原来我的两个儿子就是那两个儿子呀 你不觉得这样的故事很奇怪吗 但是这样的故事它反映了什么呢 后来有一位这个著名的作家啊 开始反思这样的一个问题 他就开始脑洞大开 开始思考一个背后更深层的哲理问题 他就想在这样的作品当中 都是小说当中的主人公 或者小说当中的人物读到了这个作品本身 既然小说中的人物可以读到这个作品本身 那么有没有可能我们在读这个小说的时候 其实我们作读者本身也是某个被虚构出来的人物呢 明白我的意思吗 这就像什么呢 这就像比如说你去照镜子 你在照镜子的时候 你看到的是你镜子里的像 你认为是你在照镜子 有没有可能是镜子里的人其实是在照你呢 你才是那个像呢 当然这么一想就很 很玄幻啊 很可怕 对吧 但是有一个阿根提的国宝级的作家 非常有名 差一点拿了诺贝尔文学奖 但是他的资质已经足够拿诺贝尔文学奖的一个作家 他的每一部作品都是这样 以诗实的表象换取真实的哲理 这个作家叫什么呢 波尔赫斯 听说过吗 曾经中国九十年代八九十年代的时候 文艺青年最爱的三思 就是你要是想装文艺 你书架上一定要有这三思的作品 一个是波尔赫斯 一个是马尔克斯 还有一个是乔伊斯 乔伊斯写的尤里希斯 这些作品都是往书架一摆 哇 这文艺青年 甭管看不懂 看不懂再说 至少能够显出你的范儿 那波尔赫斯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小说 非常短 不长 叫做小镜分叉的花园 这个小说你会发现 它也是就跟和的第三条案一样 依旧是一个以诗实的表象 来去换取诗意的真实 这个诗意的真实 得哲理的真实的一个作品 那它讲的是什么呢 小镜分叉花园 有点类似于我们现在说的 有点那种侦探小说的感觉 读起来好像很有意思 但是你琢磨起来细思极恐 它讲的是什么呢 而且还很有意思 波尔赫斯是一个阿根廷作家 在小镜分叉花园当中 主人公是一个中国人 这个中国人叫于准 他是山东青岛大学的一个教授 二三十年代的时候 那个时候山东是在德国的控制之下 而这个于准是给德国人当客户的 刺探英国军方的情报 所以说他经常要把英国当中 英国人的这个情报要上报给德国 但是有一次他突然间发现 他好像自己的身份暴露了 英国人经常跟踪他 估计每两天他可能就被英国人抓走了 他很着急 而且这个时候他获得到了一个情报 就是英国接下来要攻打德国当中的某一个城市 那他要把这个情报上传出去 但是他发现自己又被跟踪了 怎么办 在情急之下 他想到了一个办法 他想我反正我也是被英国人到最后抓走了 怎么办呢 他知道英国人要攻打的德国城市叫亨伯特 于是他就找来那种老式的电话本 就是那种电话一页一页名字本 他就找那个电话本当中 有没有哪家哪户的人的名字 就叫亨伯特的 然后找到亨伯特这个人 然后干嘛呢 把他杀了 把他杀了以后 你要知道 接下来的事情就是什么呢 杀了以后 这件事情就会登上报纸 登上报纸就是一个叫 一个叫语准的中国男人 杀了一个叫亨伯特的一个人 这件事情登上报纸之后 接下来你就想 德国金方情报局那边的人 天天就盯着你英国这边的事 一看我们的情报员 莫名其妙的杀了一个叫亨伯特的人 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他肯定要传递信息 然后我一查 我们的地方有没有一个城市叫亨伯特呢 果然有 于是就明白了 那好 接下来语准开始行动 就开始找这个叫亨伯特的这个家人 然后他就来到了一个小镇上 一下车 然后接下来 很多小孩子围过来 就直接就问他 好像知道他要干嘛来 说你是不是要找亨伯特博士了 他说是 你们怎么知道呢 那他 你就告诉 不用管了 你就告诉我 怎么去找到他 找到他家 然后 一堆小孩告诉他 你就沿着这条路 直走 到了一个岔口 右转 只要是直走 右转 直走 右转 就到了 这是一个走什么样的方式 走迷宫的方式 一般来讲 走迷宫 大家都知道 就是你要不会走的话 往往都是走到一个岔路 就往右转 走到一个岔路 就往右转 那好 他走 沿着这么走 果然找到了亨伯特他们家 找到他们家之后 见到亨伯特本人 然后这个语准 发现 这个亨伯特见到语准之后 他不仅不惊讶 相反 他还很欢迎 因为他发现 这个亨伯特特别喜欢中国人 而且他不仅喜欢中国人 这个亨伯特本来就是一个汉学专家 他研究的是谁呢 研究的恰恰是这个语准的祖父 他语准的祖父 曾经是云南的总督的一个头领 他曾经在这个 然后接下来在事业生涯达到一半的时候 辞去自己的所有的职务 专门干一件事情 他要写出一部超越红楼梦的伟大著作 这是语准的这个爷爷 但是呢 他写出来了 写出来这样一个小说 但是后来人们发现 这个小说好像也没什么 但是他说 所有在这个语准爷爷死前说 自己的所有的秘密 关于这个人生的思考 全部藏在这个小说当中了 于是这个亨伯特这个人 就是研究语准爷爷的这部小说的 然后他就开始一见到 呦 原来你就是他孙子呀 太好了 咱们来聊聊天 就开始聊 聊的过程当中呢 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 尤其就是他的爷爷的 这个小说 这个据说 据称是超越红楼梦的一个小说 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秘密的问题 隐藏着他怎样的人生思考的问题 后来彭博作说 我终于破解掉了 你这个爷爷的小说背后 这个背后的一个谜底就很简单 就是两个字 时间 他说你去想 一个如果是猜谜的话 假设一个谜的谜底是齐 像齐的齐的话 这个谜面最不能出现的字是什么字 就是齐这个字 后来他就在阅读 你爷爷这个小说当中 我发现 你爷爷当中这个小说当中 每次涉及到时间 从头到尾 没提到时间这个词 而且每次遇到时间这个词的时候 就会以另外一种方式去绕开它 你爷爷肯定是要想 要谈到 写这个小说 要思考的是时间问题 而且 他里边也提到 他爷爷也提到 说这个小说写完之后 要传给若干后世 当然他里边有很多的 这个哲学性的表达 他就想 传达一个什么概念呢 他为什么要思考时间问题呢 因为他发现 时间是一个困扰人生的 一个永恒命题 他爷爷想要写成的一部著作 是一个什么样的著作 是一个能够穷尽 所有时间可能性的著作 什么叫做穷尽 所有时间可能性呢 比如说 你在一个写一个小说的时候 你写一个人物 写一个人物的行动 你会发现 比如说这个人物 面临这个绝境的时候 他有两种选择 往左走 往右走 但是他选择了往左走 然后接下来 在往左走之后 接下来下面又遇到一个情境 他又有一个选择 往左还是往右 那么他又往一个方向走 所以说你只看到了一种可能性 那当初那个往右的可能性 你看得到吗 你看不到 而事实上来讲 人生就是由无数种选择构成的 比如说你去想 你今天上完课之后 接下来 你就开始要抉择 我是去吃饭呢 还是去图书馆呢 去图书馆 我是去一层呢 还是去三层呢 那好 接下来 到最后你看到的只是一种可能性 但问题是 你去图书馆 你有没有想象到 那个 你本可以去选择吃饭的那个你 你看得到吗 你看不到 小说也是如此 那好 他爷爷就想呈现的是什么呢 就是能够穷尽所有选择时间可能性的一个小说 当然你去想的话 你会觉得这样的小说有可能实现吗 不可能 它背后体现出了人生当中的某种困境和某种的无奈 就是我们没办法穷尽人生当中的所有可能性 而人生可能就是由某些 我们偶然的这个选择和这个选择到最后组成的 你之所以成为你 你之所以跟别人不一样 就是因为在每一个分岔路口的时候 你选择了走这 他选择了走这 到最后我们的路径不一样 就像走迷宫一样 就像走迷宫一样 那好 当然两个人在那个场景上聊了很多很多的话题 这个愚准到最后 聊了半天 还没忘干正事 他当然要起来干活 拿出一把枪 把这个亨伯特杀了 亨伯特当时就死了 死了以后 当然按照正常的逻辑 这个亨伯特肯定这个愚准就会被捕 被捕之后 整个小说就是他被捕之后在监狱的供词 而且你看这个学院小说还很有意思 这个监狱的供词当中前两页缺失了 你只读到的 或者后边几页 那好 在这个小说的最后 就是说我知道 德国成功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已经看到了 就是英国攻打亨伯特这个城市 没有攻打成 没有攻打成 在那个报纸上 我是在前天的报纸上看到的 好 这个小说最后留了一个结尾 这个结尾非常耐人寻味 就是什么呢 在同一天 就是亨伯特看到这个同一天的报纸上 又刊登了另外一则消息 是什么呢 是有一个叫做云准的人 杀了一个叫做亨伯特的人 明白了吗 我发现如果你要觉得很惊讶的话 你就明白什么意思了 就按道理来讲 云准杀了亨伯特这件事情 应该是在 就不可能跟 跟那个 对 就不可能跟德国那件事情是同一天 但是在同一天的报纸上发生的 好 这个小说就这样结束了 那这个小说最后 这个结尾就很有意思 它背后想呈现出什么呢 它到底是云准 到底是成了还是没成 那我的对它的一个解读是 它背后想传达的是 我们每个人到最后的一个结果 到底是通过一个个偶然性导致的 还是可能是必然性的 就是你比如说 举最简单的例子 就你我们每个同学 你们来到劳动关系学院 你觉得到底是 你高考当中填的那个偶然性的志愿导致的 还是这个偶然性 这个志愿其实蕴含着某种必然性 就是终归结底 你得这样 这是背后的人 你们平时没思考过这样的问题吗 没有思考过 比如我之前还读到过一个小说 这个小说也是很荒谬 很荒谬 讲的是什么呢 好像这个小说名字叫车站 就是讲 很短 一个人早上起来 开始起床 刷牙 漱口 然后整理衣服 穿衣服 然后接下来整理自己的 那么吃早点 然后接下来 下楼 他要去上班 然后接下来 一看时间不够了 赶紧去上班 上班的过程当中 看到一辆公交车 他马上上班的辆公交车 他就追那个公交车 在追的过程当中 他赶上了一个公交车 然后开始上班 这是小说的第一章 接下来小说的第二章 特别有意思 所有的文字内容 几乎跟第一章一模一样 也是一个人 一个男人 起床 然后吃早饭 刷牙漱口 等等 也是开始看到了一个公交车 然后开始追那个公交车 唯独一个结尾不一样 没追上 被车撞死了 那么他背后想呈现的是什么 这个小说就结束了 他就想呈现的什么 就是我们的人生当中 很有可能在某一瞬间 你的命运就会发生改变 但你不知道 其实你已经逃过一劫 你可能已经选择了那条 已经就是正确的路 你觉得这都一切都是自然而然 但可能是一个偶然性的结果 他在思考这个问题 在思考这个问题 而这个小说又看上去很荒谬 所有的这类小说 都是在通过牺牲表象的真实 来探寻真实的哲理 那好 我们现在说回 和第三条案的一个小说 那个小说 我上节课说 在网上你还能看到一个完整版本的 因为上节后给大家念的是 高考试卷版本的 完整版本 我不知道你们看了没看 如果你看完整版本的话 你会发现 它增加了很多细节 我觉得有一个细节非常关键 但是在高考卷当中 它给删掉了 就是那个结尾 结尾当中写到 我看到父亲 然后坐着小船过来 我很害怕 然后我跑了 接下来一系列的心理活动 这一系列心理活动当中包括什么呢 就是包括小说当中最后一句话 就是我也要买一条小船 躺在上面 把自己沉入河底 你们回去看了吗 看到了吗 这个小说 这个在高考卷的那个 要是没有 我觉得这个细节 给了我很大的提示 说说对这个小说的主题 一个很大的提示 那么我们追问一个问题 为什么父亲 当初要买一条小船 再合上去 走再合上去 不下来 为什么 而最后的一个结尾是 我也要买了 想要买一条小船 再沉入河心 沉入河底 好像是某种循环 对吧 他为什么会某种循环 我们看儿子 你会发现 他这个逻辑就很清楚 他为什么要沉入河底 沉入河心 他某种程度上讲 有点要惩罚自己 因为他觉得自己 好像背叛了父亲 他要以这样的方式 进行救赎 但是你也可以想象 他绝对不会在第二天 就立马就买一条小船 沉入河底 他会怎么样呢 他会接下来 接下来该做这 该干嘛干嘛 比如说该娶妻 生孩子 结婚 等一切人生当中 一切该干的事情 办完了之后 他有一天 他觉得可能可以了 于是他买一条小船 到了河上去 明白这个意思吧 这个里边 他背后呈现了一个什么呢 我如果这样的解读成立的话 他背后可能呈现的是 人生当中有些经验 因果关系不是那么的明显的 比如说你打我一拳 我立马回过一拳 回过去 回过一拳 那么这个因果关系很明显 因为你打我 所以我要打你 但是人生当中 有没有会有这样的一种经验和可能 就是你打我一拳 这一拳当时我没有感觉 我也没有任何反应 但是十年之后 二十年之后 我突然间感觉到疼 这么一听 你觉得很荒谬 但是比如说 你的亲人去世了 当时你没有感觉 但十年之后 二十年之后 某一天 你突然觉得好悲伤 这个 而这个 今天这个果 是由十多年前那个因 导致的 只不过这个因果关系 拉的时间特别长 导致当你悲伤的那一瞬间 周围所有人都觉得 你的悲伤好无来由 我不知道怎么回事 只有你知道 那跟三十年前的那件事情有关系 所以说回到父亲的 那个 特的第三条案那个小说 当所有人都觉得 父亲 买条小圈到河上区 这件事情很荒谬的时候 很有可能 其实父亲 比如说很多年前 他也曾以某种方式背叛或辜负过他的父亲 但是 在很多年之后 他选择了一种救赎 但是周围人不能理解他的救赎 而这是某些人生当中的另外的一种经验 他小说以一种非常荒谬的风质 把它推向极端的形式 呈现了出来 我觉得这是这个小说 令人着迷的地方 也是这个小说写出了不一般的人生经验 当然上节课结束之后 我还看到有些同学对他的解读 我觉得也有道理 也是一个大家都比较公认的一种解读 就是说认为什么呢 就是父亲到河中江 其实是背后 是寻找一种另类生活的可能性 这就有点特别像那个月亮与六变士 大家听过那个小说吧 对吧 我就想去画画 不行吗 一个人假设 又假设一个人的人生的追求 比如说父亲的追求 我就想到河中心去生活 难道不行吗 但是在世俗生活当中 我们习惯了某种思维方式 习惯了某种价值观念 所以说我们总觉得 人生应该按照这样这样过 于是我们对那些不按照这样过的人 我们就认为是不正常的 但有可能在他们眼中 你才是不正常的 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可能性 在这个过程当中 和的第三条案 本来有两案 第三条案可能是另类出路的一种 另类选择的一种方式 当然对这种小说有不同的解读 关键在于你能不能自圆其说 但是 以后再阅读文学作品 尤其是西方的现代 不光是西方 中国现代的很多小说 你去读它的时候 你要学会 不要按照现实生活的逻辑去遵循它 要探寻它背后的哲理 比如我看那个和第三条案 这个小说 我就立马想到村上村树 还有一个小说 叫做国境以南 太阳以西 国境以南 太阳以西 这个小说也很荒谬 讲了一个关于什么西伯利亚 歇斯底里正的这样一个问题 有一天 一个小孩天天的朝着太阳 他就想琢磨一下 太阳的落山的那边是什么 然后 看着看着 他就走过去了 再也没回来 他就想看一下太阳那边到底是什么 然后你就觉得很荒谬 但是人生当中可能就是有这样一群人 做了一群荒谬的事 但是他也是他出于他自己的一种探究和选择 这是这个问题 好 接下来 我们说第三个问题 现实生活对艺术的模仿 好 之前我们讲的两个方面 一个是现实生活是对文学的某种制约 第二个文学对现实生活的某种超越 接下来 你会发现 其实并不是文学只是模仿现实 或者超越现实 甚至现实生活 不是艺术模仿现实生活 而是现实生活模仿艺术 模仿文学作品 这样的智力比比皆是 举一个稍微不太恰当的例子 稍微不太恰当的例子 2001年的时候 你们刚刚出生 但是那一年发生了 在世界范围内发生了一件大事 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改变了整个世界格局的一件事情 你们知道什么事情 911事件 911事件 那个时候你们刚出生 我上初中 我印象很清楚 当天晚上 整个新闻联播 全部几乎从头到尾都播放的那件事情 就没播别的事 从头到尾 你反复能够看到 飞机冲向 你不知道知道911事件吧 就是反复冲向 那个壮子座大厦 然后接下来大厦轰然倒塌那个场景 当我看到那个场景的时候 爽 什么心态 当我看到那个场景 当确实有一部分人 当时就那么说的 但是我看的时候 我当时第一感觉 就是这个场景似曾相识 就是我总觉得这个场景哪见过 为什么我会觉得哪见过呢 后来仔细想想 我总觉得这个场景不就是好莱坞科幻大片的场景吗 好莱坞科幻大片 那个据说 据说后来有人调查 就是在911之前 就是美国当时那个施贸大厦 双子座大厦大厦 在好莱坞电影当中 已经被撞过十多次了 被飞机撞过十多次了 但这一次是真的 这一次是真的 那好 接下来这就有一个问题 后来很多人有人研究 恐怖主义与好莱坞灾难片的之间的联系 不是做艺术模仿现实生活 有的时候现实生活模仿艺术 就是看完海道 好莱坞灾难片 恐怖分子可能想 原来还可以这么玩 给他们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 于是就真的这么干了 还就干成了 这种方式经常呈现出来 比如说 当然这个有点远 比如说现实生活当中 你会发现 你们尤其是中学生早恋 你就要知道 中学生的早恋 尤其是年纪更小 小学生早恋 带有极强的模仿性因素 他根本不是他有什么 他哪懂什么爱情 他不懂爱情 他是在电视剧上看了太多爱情 对吧 你要知道 谈恋爱的那个小孩 小孩当中 他没谈恋爱之前 但是他已经看了太多 谈恋爱的东西了 你们一定是这样 就是说你们肯定都是 在谈恋爱之前 电视上看了一大堆恋爱的故事 然后接下来 你的谈恋爱的套路 表白的套路 说话的套路 撒娇的套路 生气的套路 完全是电视剧当中带来的 从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模仿 应该我相信没有人是 你在谈恋爱之前 你是一部爱情作品都没看过的 没有吧 那好 接下来问题来了 你谈恋爱的时候 真的是你在谈恋爱吗 其实是人家教你了 然后接下来 你会不自觉的把自己想象成文学作品当中 或者是电视剧当中某个小公主形象 然后接下来去 他建构你的生活 你会发现 到最后 以至于 现在的中学生早恋都毫无创造性 全部都是按照韩剧的模式来的 接吻的方式都一样 都是学出来的 这没办法 所以说有的时候 现实生活是模仿艺术的 不是艺术模仿现实生活的 很多 比如说 当年演《红楼梦》的那些人 大家知道 《红楼梦》电视剧的版本 八七版非常有名 非常经典 后来那些演员 你会发现 就演完《红楼梦》之后 他们很多人都难以从这个作品当中走出来 以至于后来很多人去跟踪这些演员 这些演员 他们后来的人生轨迹 跟《红楼梦》当中扮演的人物角色 都是极为相信的 比如说演林黛玉的 就死了 先是出家了 对吧 先是出家了 后来就死了 然后薛宝钗 演薛宝钗的 就是过上了荣华富贵的生活 据说是这样 就跟着《红楼梦》当中人物角色就很像 这个你就很难说 现人生活与艺术之间 真的是一个被模仿与被模仿关系 他俩之间纠缠很复杂 好 我们说这个问题 这是文学与现实 第二个问题 文学真实与情感真实 这个里面我们谈的是作品与作者之间的关系 从作者维度来谈真实这个角度 真实性这个问题 那好 我们追问一个问题 我先问一个问题 一个作家要想写某一类题材的小说 一个题材的作品 有没有必要事先亲身经历一下 比如说假设 我是一个作家 我想写军旅题材 我想写军人的生活 好 那可以 那好 有没有必要 我先到部队里边去体验一下 体验体验生活 看看军人到底怎么样 有没有这个必要 有人说有 对吧 比如说你想军旅题材 赶紧到对面 体验一下去 对吧 你们还没军训呢 是吧 军训或者军训一下 体验一下去 好像按照我们日常生活的逻辑 感觉是 就是作家肯定要体验 你体验完之后 你才知道原来军人每天早上都是这么生活的 他的生活 在这个过程当中 压力过程当中 他的情感 他的东西 你才有真切体验 对吧 这应该是好像没有什么问题 就是你要写军人 你就要去经营力体验 你要写要去 写厨师 你就要到这个厨师的生活当中体验 你要写运动员 你要到运动员体验 对吧 前两天我看这个新闻 这个说这个大年初一要演那个中国女排 就说这个 这谁谁演郎平呢 那龚立去演 那龚立要演郎平 那首先 那他得首先要干嘛 到中国女排 要进行大量的这个了解 到女排 他到底怎么训练的 郎平 尤其他要演郎平嘛 那郎平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特点 他要不断的记笔记 不断的学习 这是一种方式 但是 你去想想 那假设 我是作家 我要想写一个杀人犯的心路历程 怎么办 我先杀个人试试 那还写得出来吗 对吧 对吧 有些 你会发现有些是可以体验的 比如说我要想写一个 吸毒者的心路历程 我先吸个毒体验一下 我要想写一个妓女的生活 怎么办 怎么办 那你会发现 有的时候 那不是所有的人生经历 你都能体验的 而事实上来讲 也是如此 事实上来讲 有的时候 比如说中国古代的很多诗人 尤其是写边塞诗 他没去过边塞 基本上 你想很多文人 文人大部分的 就是真正去过边塞的 没几个 也有 但是没几个 但是他写出来了边塞诗 很好 这不影响他的问题 那这里边涉及到一个问题 就是 文学真实与作家的 这个情感经验之间的 这个真实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好 我们首先来讲 第一个 我们必须要承认 就是什么呢 就作者 作者有经验 要比没经验要怎么样 要好一些 因为你有了这个亲身的体验之后 你才会挖掘到 我们之前上课讲的 就是细节的东西 你不能 你挖掘到一些细节 细枝末节的东西 你才能够有深切的体验 第一个问题 就是作者情感经验 是作品真实的一种保证 作品的情感经验 是作者作品真实的一个保证 往往你得有经验 你才能写得出来 没有经验 往往写出来的东西 很容易被人指认出来 有问题 假 一看就是你没亲身经历过 所以说 往往作家 在写到某一类题材的作品的时候 他首先第一步 要采封 要深入生活 比如我要写农村题材 那我就得到农村生活一下 体验一下 这个时间 有的时候一个月 甚至更长 今年 真正融入到那个生活境况当中了 这个时候 把自己真正变成那样的人了 那好 那当然没问题了 第二个问题 那这个问题也就来了 那是不是所有生活都要体验呢 那不一定 你会发现 很多的作家 他没经历过死亡 但是他能写出 冰死的体验来 很多作家没有杀过人 但他能写出一个杀人犯的 那个体验来 这个源于什么 源于他强大的模拟能力 我管他 这是我做造的词 模拟能力 模拟能力就是什么呢 就是他好像大脑当中 有一个模拟的软件 他能自我模拟那样一个情境 他能自我想象 在那个情境之下 人物的情节 心理动机 他能想象到每一个细节 这有跟之前跟我们 之前做的 是我上课讲的那个 那个实验一样 就你想象 你在那个沙漠里边 发现了一堆金子 一大堆细节 做好的作家 他就能把所有的细节都想象到 他不需要亲身经历 他就能把细节想象到 这是一个强大的模拟能力 所以说有的时候 作品的真实情感定念 跟作品的真实 未必是绝对化等号的 相反 有的时候你会发现 甚至你有经验 未必是好事 比如说 我想写军旅题材作品 那好怎么样 我去军队里边体验 那问题来了 你能体验多长时间 体验俩月 你体验俩月 你觉得你就了解军人生活了吗 恰恰相反 你体验俩月 你了解的军人生活往往是流于表面的 你这个体验 有的时候可能还不如不体验 比如说边赛 边赛诗人写边赛诗 你到了边赛 你去体验到了军人的生活之后 你体验的那个 那你也是浮光略影式体验 你跟几十年如一日在那里的那个军人 他的那个情感体验 你没法比 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即便有经验 那个经验多与少 也促成了 就是这个文学真实的一个重要的要素 所以说在这里面我强调一点 就是作者的 这个情感经验 不等于文学作品的真实 就是说 不要拿说作品 他有情感经验 他亲身体会过 这个作品就 你一定能输出好作品 不一定 有的时候我经常会看到这样的这个评价 比如说拿到一个作品 他认为这个作品是好作品 为什么是好作品 因为这个作家真深入生活了 作家深入生活了 他有了情感经验 有真切的体验 然后接下来 他背后画等号 他认为 有了真切体验 那他写出来的 有一定是好作品 或者说 当然不一定是好作品 但一定是真实的作品 未必 第三个 创作动机的真诚 创作动机的真诚 也不等于文学作品的真实 换句话讲 就是创作动机 作家可以很真诚 比如说 我就是为了写出一部伟大作品 我来写这个作品 有的时候 有的作家可能写这个小说 就是为了钱 一个作家为了钱 写出了一个小说 有没有可能写出好作品 有可能 他至少或者说 有没有可能写出一个真实的作品 也有可能 创作动机真诚与否 也不能作为一个评判 作品真实与否的一个 重要的动机 你所以说 有的时候 这里边就涉及到日常生活当中 比如这个作家 写的时候 他说了 他已经自己说了 我写这个小说就是为了钱 那个作家说 我写这个小说可不是为了钱 我是为艺术 然后有人就因为这两者 创作动机的不曾说 那接下来那个为艺术的肯定是写的很真实 写的很到位 写的很高级 那个为了钱的一定写不出好小说 不一定 这个不一定 关键不在于经验饱满于否 也不在于动机是否真诚 关键在于你是否符合艺术创作规律 你只要符合了 这就够了 这就够了 所以说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一定之规 没有一定之规 所以说 从某种程度上 文学真实 如果你把它放到这个作者层面上 在我们看来 一般来讲 卑鄙很恰当 卑鄙很恰当 但事实 现实生活当中 我们往往会把它跟作者的情感真实 作者的经验真实 划等号 这是一个问题 接下来第五个层面 文学真实与读者经验 这个里面我们探讨的是 作品和读者的关系 在作品与读者的关系当中 我们来去探寻 到底什么叫做真实 因为日常生活当中 经常会有这样的问题 就是面对同一个作品 有的人觉得好真实 有的人觉得不真实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所谓的真实与不真实 好像跟作品本身没关系 那这个时候跟没有关系 跟读者的个人经验有关系 他参照着什么来谈真实 参照着什么来谈真实 比如说我这两天就看 也是很无聊 闲得没事 看了一个节目 这个节目叫做演员请就位 然后我当然也不是非常关注 这样的节目 主要是最开始的时候 我看到一个新闻 就是郭敬明 反正那种标题 郭敬明大战李成卢 郭敬明又出来了 好长时间没有他消息了 我说他又出什么事了 然后我就再看了一个新闻 那个新闻上也有一段小视频 就是他俩有一段争论 我这个人当然看问题 你光给我截一段视频 是不能说明什么问题的 对吧 我得把这个视频的前因后果 我都看 于是我在网上 把这个节目从头到尾看了一遍 一共三个小时 一分钟都不落的 不带快进的看了一遍 真是闲得无聊 然后看完了以后 我就发现 当然这个节目也确实很无聊 但是我就发现 郭敬明看待很多问题的态度 跟这个赵薇 李少宏 看待很多问题的态度 完全不一样 他们俩经常产生分歧 甚至有的时候完全相反 那面对这样的现象 当然有时候 我这个 当然看视频的时候 大家也都有这个经验 就不光看视频 还要开弹幕 对吧 弹幕有的时候很关键 弹幕里边有人才 所以说看弹幕 然后我就经常看 这个弹幕当中 也有人 有的人说 我认同郭敬明说的 甚至郭敬明 我改变了对郭敬明的看法 然后也说 我认为赵薇 赵薇说的等等等等 那么 对于同样一个段表演 同样一段作品 为什么有人 不同人 有不同的认识 或者说 有人说这个很真实 有人说不真实 他参照着什么 他参照着自己的个人经验 这个个人经验 往往他受制于什么呢 这个人的文化背景 知识结构 等等一系列的背后的东西 所以说他参照着这个经验 他得出真实 或者是不真实的这个问题 那好 我们先休息一会儿 待会儿我们举个例子 来谈这个问题 好 好